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家里做干豆子 干豆子做好以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食物 像老干妈豆子酱,豆子牛肉酱,香辣豆子酱 都可以用它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在超市里买的生黄豆 放到锅里炒熟 用中小火慢慢炒 把黄豆炒到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黄豆裂口了就可以了 炒好的黄豆放在清水里浸泡三个小时 这豆子泡好以后,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的豆子放到锅里煮40分钟 煮的时候不要盖盖子 准备一个纸箱 少几件不要的棉衣或者是毛衣垫在里面 如果有刀草的话,里面放刀草是最好的 这黄豆煮40分钟以后捞出来 逆干水分 拿一块干净的纱布 把这逆干水分的黄豆放到这纱布里面 一定要趁热包起来 黄豆千万不要晾凉了 包好以后的黄豆放到这纸箱里面 盖上 把纸箱盖盐 发酵4-5天就可以了 现在是夏天 温度足够够 如果冬天的话 可以放在有冷气的屋子 或者是用电热毯发酵 这豆子已经发酵了5天 打开看一下 这豆子已经变成这种深棕色 然后用手一抓 这扯长长的撕出来 看着非常的恶心 能拉出撕出来就证明这个豆豉发酵好了 对 拉的撕越长,证明这个豆豉就发酵的越好 如果不拉湿就证明发酵失败了 把这发酵好的豆豉放在干净的盆里 豆豉里面放一点高度白酒 我这儿放的是62度的 20克左右的盐 放40克姜末 40克橙子皮末 5克花椒粉 放20克细辣椒面 20克粗辣椒面 2克五香粉 50克白糖 全部调料加完以后翻拌均匀 就拌成这样 豆豉拌好以后拿一个剥鸡 把这拌好的豆豉放在剥鸡里面 铺匀以后放在阳光下去晒干 在阳光下晒了三天 这豆豉已经晒干了 用食品袋装起来就可以了 这干豆豉可以直接炒肉吃 也可以做成豆豉酱 下面用腊肉来炒一下 这干豆豉吃 这豆豉晒了几天 上面有灰尘 清洗一下 豆豉清洗干净了 沥干一下水分 腊肉切成片 再切一点姜蒜 锅烧了以后加入油 先加入腊肉炒一下 把腊肉煸出油时出来 加入姜末和蒜末 炒香以后加入豆豉 把豆豉的水分炒干即可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来 这自己做的干豆豉炒肉就做好了 一股浓浓的豆豉香味 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原始的味道 喜欢吃干豆豉的可以尝试着做一下 按照剥出来一定会成功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